图位闭幕是现场,旗帜飞扬,湖南省十三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,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吴卫英,宣布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闭幕,华生在线9月14日讯, 湖南日报华生在线记者刘上文唐俊傅冲摄影报道今晚,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闭幕是在衡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,湖南省十三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,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吴卫英,宣布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闭幕,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, 时迄今为止,我省举办的规模最大,规格最高,项目设置最多,参与人数最多第一届省运会,本届省运会正式报名参赛的运动员有八千五百多人, 加上各体育代表团官员、教练员、裁判员、新闻记者、工作人员、志愿者等总计到两万六千余人, 参与人数历届之岁,自八月十八月高尔夫球项目开赛以来,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, 各代表团运动员、弘扬、中华、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,敢于拼搏、勇于争先, 青少年组共产生金牌1286枚其中奖励金牌478枚,赛会金牌808枚,成年组共产生金牌101枚用,又四元破设记录, 充分展示了精湛的经济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,实现了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。